今天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 为了大家了解和家人一起吃饭的重要性 民间团体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举办另类的伴侦 洗开600多桌 希望把家庭里面越来越疏离的关系 给拉回来 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 周六有个特别的伴侦活动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 号召600多个家庭 一起来把爱送上餐桌 还可以画出心目中理想的餐桌经 其实现代人不管大人小孩都越来越忙 家人要天天相聚一起吃个饭并不容易 礼拜一到礼拜天 七天的时间我们大概就两天能够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还蛮重视这样的 你喜不希望每天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希望 为什么 因为妈妈都会读我喜欢的东西 不只一起吃个饭不容易 家人间的互动好像越来越淡薄 根据教育部委托学者调查发现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很少跟家人相聚超过三十分钟 很少跟家人拥抱的高达七成六 甚至有六成二 很少对家人表达感谢或赞美 家长团体担心如果孩子成长在缺乏关爱的家庭 很容易出问题 在家里没有得到温暖的孩子 他会认为在别的地方有人关爱他 有人在乎他 他就走了 可是到最后事实上就会变成走上其路 也因此家长团体呼吁政府 一定要投入更多资源在家庭教育的推广 因为没有健康的家庭就不会有健康的个人 更不可能会有健康的社会 记者